扁鹊 周朝末年有个叫秦岳仁的名医 因为他的医术好 大家把他比作上古皇帝时代的名医扁鹊 都叫他扁鹊先生 他的本名反被人遗忘了 扁鹊年轻时在客馆里当馆长 当时管理住了一位医生常桑军 医务很忙 扁鹊常常帮助他照料病人 两人渐渐成了好朋友 一天 长桑军向扁鹊表示 打算把医术传授给他 问他愿不愿意 这话正合扁鹊的心意 连忙向他道谢 扁鹊从那时起就开始学医 白天 他在长桑军身边左里一按 学习实战经验 晚上 就在灯下钻研关于医药的书籍 常常看书 看到深夜 长桑军见扁鹊这样用功很是高兴 把自己所知道的都交给他 后来 长桑军经历不济 病人来了 就叫扁鹊代为诊治 开始时 扁鹊担心有错 每张药方都给长桑军看过 逢到疑难杂症 就先请教长桑军再开放下药 到了长桑军去世时 扁鹊的医术已很精通 就开始正式行医 不论针灸 内 外 儿 腹壳 他都能医治 扁鹊觉得应该把自己的医术多传授给人 所以 收了几个从业弟子 扁鹊一心只顾替人治病 并不在乎收费多少 凡是穷苦的人来治病 非但不收钱 还要送药给他们 当时 崇尚尊敬年长的老人 老人最苦痛的就是耳聋眼花 扁鹊帮许多人治好了耳聋眼花 他的名声因此响亮起来 扁鹊热心治病 他觉得医生不应在家里等病人上门 于是 经常带了弟子子阳子豹到各国行医 扁鹊治好过许多疑难杂症 大家知道他医术高明 因此 各国都欢迎他 他每到一处 刚在客馆里住下 病人就纷纷找上门来 有一次 扁鹊听说赵国有许多妇女患不育症 就赶到赵国 为他们治病 在赵国待了不久 扁鹊又听说秦国的儿童正患着一种急性流行病 救人如救火 扁鹊恨不得一步就赶到秦国 他不怕辛苦 日夜赶路 因担心两个弟子背着药箱太累 他吩咐他们把药箱放在袋布的驴背上 自己步行 扁鹊一到秦国 不顾旅途劳累 就在客馆里应诊 病家听说他来了 马上一传十 十传百地传了开来 都把病孩抱来 争着请他诊治 儿童们经过治疗 病都好了 秦国的百姓到处在讲 扁鹊的医术怎样高明 对病人又怎样尽心竭力 秦国有个太医李希 他的医术并不怎么高明 但因为会吹会拍 很受秦王宠心 这天在回家路上 他听到很多人在赞扬扁鹊 心里很不舒服 李希回到家里 越想越愁 如果秦王也相信扁鹊 自己的地位就要受到影响 他因此很是嫉妒扁鹊 李希悄悄地派了个心腹 让他去刺探扁鹊的动静 一切都是枉然 扁鹊这时因为治好了秦国儿童的流行病 已经收拾行装 准备离开 老百姓都热情地欢送他 静国有个执掌大夫赵检子 忽然昏迷不醒 躺在床上五天了 静国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 恰好扁鹊此时来到静国 赵检子的家人听说后 连忙派人去请他 扁鹊诊查过后 说赵大夫的病不用担忧 不出三天一定会醒过来 果然 赵检子经过了两天半病就好了 赵检子的家人都称扁鹊是神医 一天 扁鹊刚到国国 就听说国国的太子得疾病死了 扁鹊觉得奇怪 连忙赶去拜访一个大臣 打听太子究竟得了什么疾病 大臣说 太子突然得了报病 一口气憋住就死过去了 这是今天激教使出的事 到现在不过半天 尸身还没收敛呢 扁鹊陷入了沉思 他想 太子也许不是真死 只要对症下药或能救过来 扁鹊把自己的想法对大臣说了 并表示愿意去看看太子 大臣想 扁鹊虽然是名医 但要想使死人复活 这是万万办不到的 扁鹊却很有把握 一定要去看看 大臣不知扁鹊究竟有多大把握 只得答应陪他一同去见国君 大臣先进宫去 国君正自悲伤 一听到大臣报告 忙去摸摸太子的身子 果真是热的 鼻子也张着 国君大喜 连忙把扁鹊迎进宫 请他给太子治病 扁鹊看过太子的脸 切过脉 就说太子不过是暂时憋住气 看似死了 其实没有死 只要给他顺顺气就好了 于是扁鹊就叫弟子子羊拿出针来 在太子的头部 胸部 手脚处都扎了几针 不一会儿 太子慢慢地苏醒过来 扁鹊又叫弟子子豹将配好的药喂给太子吃 过了一些时候 太子就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坐起来 好像刚睡醒似的 扁鹊告诉国君 太子没有危险了 为了让太子早些恢复 还要服药条理 扁鹊又开了药方 配好二十天的药就告辞了 从那以后 人们到处都传说扁鹊能起死回生 称他是神仙 扁鹊认为这样讲法不正确 就跟大家解释 人死了是不能治活的 其实太子并没有真死 我不过是对症下药 治好了他的病 没有什么奇怪的 扁鹊的医术到这时已是天下文明 当他行医到齐国时 齐王桓公想看看这位当代的名医 就派人请他到宫里去 齐桓公只不过是一时高兴而已 谁知扁鹊见了他 却说他有病 还恳切地劝他赶快治病 齐桓公哪里肯相信 扁鹊对任何病人都很负责 齐桓公虽然不信他的话 但他还在心里记挂着 隔了五天 他又到王宫去 说齐桓公的病已从肌肤转到血脉里了 齐桓公仍然不相信 他从座上下来 大步走了个来回 说自己腰腿轻健 饮食如常 病从哪里来呀 扁鹊没法 只好告辞 又过了五天 扁鹊再去见齐桓公 告诉他病是已转入肠胃 再不医治还要加重 齐桓公很不高兴 冷冷地回了句 我没有病 就不再说什么了 扁鹊告辞出去后 齐桓公向大臣说 我明明没有病 他偏说有病 还不是想把好人当病人来治 他想赚取好名声 过了五天 扁鹊又去见齐桓公 可是他走进王宫 刚看到齐桓公 转身就走 齐桓公觉得奇怪 连忙派一个大臣去问扁鹊 为什么不说一句话 那个大臣追上扁鹊 扁鹊告诉他 病在肌肤血脉肠胃 针灸或汤药尚能治疗 如果病入骨髓 药力达不到 针灸也无效 桓公的病一入骨髓 怕是无望了 大臣回报桓公 桓公非但不重视 还以为扁鹊故意说这些吓人的话 熟料过了五天 齐桓公突然病倒了 这时他才身悔没有听从扁鹊的话早些医治 他急忙派人去请扁鹊 可扁鹊已经离开齐国 不久 桓公就死了 从此 有人更把扁鹊看作神仙 扁鹊听了 说 我是根据病轻好治的道理来忠告齐桓公的 病轻的时候不治 等到病重就难治了 扁鹊在各国行医的事情 太医李希都一一得到心腹的报告 他每听到一撞就生一回气 一天 秦王病了 李希一时不能治好 秦王提起扁鹊来 李希就说了许多扁鹊的坏话 李希虽然在秦王面前诋毁扁鹊 心上还是存着一个歌的 暗想 此人不除 对我总是不利 于是他下了狠心 派个心腹去暗杀扁鹊 扁鹊只知一心一意给人治病 没防到有人要来谋害他 当他被害的消息传开后 大家都很伤心 恨不能捉到那个坏人 为扁鹊报仇 扁鹊虽然死了 可是他的医术一直流传下来 特别是他的切脉的方法 直到现在还在应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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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